而另外高雄则是有这位先生啊 不满这个女朋友跟他提分手 不但先把这个女朋友给这个囚禁了三天 接着呢 再带着朋友跑到女朋友家里面去寻仇了 带着刀子跟球棒闯进人家家里面 把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妈妈的左手都几乎给砍断了 还好妈妈是大声的求救 这个嫌犯才赶快落跑了 不过警方呢 已经根据目击者所抄下来的车牌号码 顺利的将嫌犯给逮捕 36岁的11年 火同三名有人 其中还有一人是现役军人 带着蓝破刀和球棒到前女友家中寻仇 当时正在客厅看电视的母亲 被嫌犯乱刀挥砍 球棒前端几乎被打烂 被害人着手骨折 神经断裂 直接破灭以后就是以蓝破刀 直接砍杀他母亲 那造成被害人多处受伤 尤其是骨头部分一些神经断裂 嫌犯因为不甘心小他10岁女友 提出分手 加上双方又有债务纠纷 嫌犯多次以电子邮件恐吓被害人 还曾软禁前女友三天 吓得被害人连家都不敢回 很早回来 偶尔会回来 可能是男女朋友有些债务的关系 那可能他妈妈的口气也不是很好的话 那至于衍生一些嫌犯的 由爱生恨 嫌犯由爱生恨把前女友的母亲着手几乎砍断 警方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车牌号码 巡线顺利将嫌犯逮捕 中年新闻梁家文张玉昕高雄报道